博古开来谋杀海伍德案件将于下周四在安徽开始审判 中共对古开来案件判决结果 以及下一步对薄熙来的处理备受各方关注 评论指出中共将试图把薄熙来丑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阻止多米诺骨牌倒下倾覆共产党这条大船 古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一案 将远离薄熙来大本营重庆市 在安徽合肥开庭审理 英国独立报分析说 官方指控古开来的措辞 给予法庭操作的空间 官方公告说 因为担心海伍德对他儿子薄瓜瓜人身安全的威胁 薄古开来毒杀了海伍德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坚富 对新唐人分析说 当局可能会采用精神病等借口 减轻对古开来的刑罚 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判刑比较重 他算谋杀犯 第二种可能 如果说他有精神病或者忧郁症 会不会判得轻一点 可以免除医死 我认为第二种可能心脏 而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博士王荣芬对新唐人分析说 古开来将被判死缓 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大国的地位 让他掉脑的这个事他又怕引起 西方世界的抗议 反对死刑的人还是很多的 一般名人他们都是保住命的 王荣芬在1966年曾经写信给毛泽东 质问他到底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并声明退出共青团 而后被关押13年 独立报的报道说 中国内部各方派系迫切需要在 古开来审判结果上团结起来 以保证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平稳进行 报道引述政治分析家张立凡的话说 这个迅速审判古开来的决定 表明领导人迫切希望尽快结束这桩政治丑闻 他们希望甩开这个暴露了领导层分裂 并赤裸裸展示高层腐败的丑闻 姚建傅指出 共产党将竭力把这个20年来最大的丑闻的影响 压低到最小程度 防止它成为中共倒台的导火索 我想最后还是要保住这个大船 就江南明说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坦丹尼克号得保住 不能一个船位一个船位一个一个人 由小队到大队都给你打倒了 下棋呀 你想把兵马炮将士像都吃掉 整个银齐它只能倒过来 能保兵就保兵 能保马就保马 能保鞠就保鞠 扑米罗骨牌不能让它倒下去 我估计是这样 能切断一块就切断一块 王荣芬表示 当局也会尽量切割薄熙来和谷开来 最近有中共内部放料说 薄熙来在十年前就已经打算跟谷开来离婚 但是为了儿子勉强维持婚姻 对薄熙来他们还不敢整得太狠了 因为毕竟是自己人 而且怕薄熙来那些粉丝啊什么闹事儿闹起来 那些极左分子毛分子那闹起来也是中国一个很不安定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薄熙来就不了了之或者是软性也不会要他的命也不会把他关起来 但是胡温导博是既定策略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分析说 从权力场从战略上考量 搞掉薄熙来是为了保障习近平顺利接班 掌权十年 江湖两代有共识 对博不放心 因此当务之急是防止博十八大入常 否则博入常后随时可以取习而代之 甚至认为导博一不做二不休 非置之死地不可 打而不死他随时可以卷土重来 因此经中说 对古开来判得越重越有利于制服博 然后再加贪腐和打黑 办博之案功成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